大家好 我是嘉宜 今天全台灣的天氣感覺上都有些悶熱 高溫大概在29到32度 不過傍晚開始這波封面就會逐漸的接近台灣 所以北部和東部就要變天了 下雨的機會增加 會有短暫鎮雨的情形發生 而在封面過後東北季風也會稍微的增強 所以一樣在北部和東部 明天開始觀眾朋友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天氣變涼了 還好的是這波東北季風和封面來的快 去的也快 我們從五天預報圖上可以看到了 明天天氣會受到影響 不過禮拜二開始又會逐漸的好轉了 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 北中南的高溫又會回升到30度左右 甚至會來到31還有32度 而東部未來一周都還是會有短暫鎮雨 不過降雨的機會也會慢慢的減少了 明天天氣狀況我們再來看到簡圖 簡圖上可以看到明天北部和東部 我們剛才提過了受到封面影響 所以會有短暫暫雨的情形發生 但是下半天開始水氣就會逐漸的減少了 而中央東北季風的影響 明天高溫會比今天大概下降個8度到9度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再多加件衣服 那中部和南部下雨的機會不高 不過氣溫也會稍微下降個1到2度 分別是在28度到29度 接下來就帶你關心明天詳細的溫度預測 最後呢再次提醒觀眾朋友 明天呢北部和東部會有短暫鎮雨 尤其呢是高溫會比今天大概下降個8到9度 觀眾朋友一定要再記得再多加件衣服 以防著涼 那禮拜二開始呢到禮拜六呢 全台各地都會是多雨倒晴的好天氣 只剩下呢東半部還是會有短暫鎮雨 但是呢下雨的情況呢 也會一天比一天還要減少 以上呢就是今天最新的天氣雲報